樱桃肉 葱段姜片少许,豌豆苗,冰糖适量 调料有味精,少酒,红曲粉,精盐 还需要肉汤 现在我们开始来做这道樱桃肉 取锅上火,加入清水烧开以后 将猪肉下锅,煮至十分钟 把猪肉取出洗净 用刀在皮上改切成方形块 注意底部不要切断 锅内注水放入竹垫 把肉放在竹垫上 再加入葱,姜,红曲粉,料酒和盐 用大火烧开 用大火烧开 加盖焖至三十分钟 放入冰糖 加盖焖至三十分钟 加盖焖至三十分钟 放入冰糖 焖至五十分钟 放入冰糖 用小火将汁收浓 剪出葱姜 将竹壁提起 把肉装入盘中 锅上火放油 将豆苗煸炒至熟 然后大火收汁勾芡 再淋少许的油 把芡汁浇在肉上 用豆苗围边即可 做这道樱桃肉的时候要注意 砂锅要用竹壁垫底 防止把肉烧糊 好 现在这道樱桃肉就已经做好了 这道菜的特点是色泽樱红 光亮月幕 酥烂肥醇 енного信仰 很轻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镜需要したら肉 Ku市 港 cap